這麼多場來講我最深刻 反而是我不用做的那一場 躺在棺材裡令我想起很多關於生死的事 他真的故意為了我躺在棺材裡 令我更加入氣 我真的覺得我們的友情是很感動的 很難得的 我們覺得這兩位演員 那份真誠和真摯 在娛樂圈或者對他們的演出都能保持得住 他們 在娛樂圈或是哥哥 其實阿妹或哥哥 確實是 走得太早 如果現在還在 她唱多一首歌給我聽 拍多一套戲給我看 就好了 其實2003年4月1日 你聽到哥哥走這個消息 你是記得和誰在一起和在做什麼 今天其實應該都會看到 這裡是香港畢業館外面 其實應該大隊是兩點到三點左右 開始到這裡 就是當年真是哥哥哥出品的時候的畫面 我們其實大部份都根據當日的新聞報道的片段 那樣去重構 那天的喪禮 其實是應該動員全香港的林特公司 那天是各個部份的show hands 其實不容易 亦都多謝導演組的同事 每一組的臨時演員都要有一個導演組的同事 去告訴他們做什麼 他們都叫得很辛苦 你跑得很辛苦 因為香港其實要突然間動員二三百人去拍一場戶外的戲 其實不是那麼容易 這次的難是你要掌握粉絲的反應 他們要喊得比較相感 因為那兩條都是交通要道 我們要在九點前要結束 還有我們一定要禮拜日 當時的殯儀館的高層都告訴我們 需要是當天做 funeral 我們不可以說我要讓你拍戲 我不讓他 那天還要下雨 後來發覺不能飛無原直升機 我們要找起碼三個天台的制空點去拍下去 我多謝明哥 因為他是一個很有經驗 很懂得處理大場面的攝影師 七部機的七部攝影師 明哥要統領那麼多攝影師 Action 開車 在一個靈車和殯儀館出來的時候 其實他給我們的時間是兩小時左右 只要一次NG的時候 我們要重新再組織 是鎖花的時間很困難 可能你一回合不可以 一回合二回合 一定要可以 我們有一場戲就是 胡言芳去到靈堂 然後進入了靈堂裡面 他看著棺木裡面的哥哥 其實你要Louis他向著一個空氣做 他很難做 阿謙芳說那我來吧 這麼多場來講我最深刻 反而是我不用做的那一場 躺在棺材裡 令我想起很多關於生死的事 他真的特地為了我躺在棺材裡面 令我更加入氣 我真的覺得我們的友情是很感動的 很難得的 我們覺得這兩位演員 那份真誠和真摯 在娛樂圈或者對他們的演出 都能夠保持得住 他們是真的前途無限 最後一場演唱會 是梅姐來世前的45天 一個患上這麼重病的人 她堅持要做一個演唱會 這是舊派他們那輩子 對於工作 對於人生 對於朋友的交代 紅館是監據的 監據的情況就是 因為紅館很多人去預約 不是那麼容易去拿到檔期出來 因為你們看到很多歌手 他們自己上開演唱會 都未必有檔期 何況我們其實要不止一天 我們整 crew人的努力 爭取寫信 去找相關的官員去談 真正是電影團隊進去 現在製片組就告訴我們第一隊 我們很早已經知道 紅館是不能容許我們搭景搭台 我們很早要分好鏡 哪一部份是CG 哪一部份是舞台 哪一部份是觀眾群 那大家聽到的借人之歌 不是當日現場的借人之歌 不是你在DVD聽到的借人之歌 而是團隊買回原聲回來 然後重寫整首歌的arrangement 這個電影很特別的是 他做了全景聲 Admos Admos 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他每一顆喇叭都是獨立的 所以我可以編輯很多聲音 在每一個不同的位置 偶爾會有一些人從裡面冒出來 叫他 很互動 然後也可以感動人 我亦希望觀眾到成品的時候 大家覺得自身紅館 這就已經是我們的成功了 以前這個演唱會的時候 我當時很年輕 我就覺得如果我可以看到這場演唱會 都算是結束了一個夢 這一個感覺 是我很希望可以代Anne姐 去看到這一幕 今天其實一穿衣服 化妝 整完頭之後 我突然間所有害怕的東西都沒有了 可能我覺得我就是要 我相信我現在正在做的事 我相信這個舞台 我相信導演 我相信我們整隊簽的人 如果阿妹姐或者哥哥 如果現在還在這裡 唱多首歌給我們聽 拍多一套戲給我們看 就好了 亦都是因為這個原物不能實現 所以我們直接提也不會提 但是這個演員幫我們打開了 這份真正直接地感動著我們 亦都是我們決定用他的原因 有 Carlisle 那是阿根 hurt ك 呢 說 dingen 你 走 你 對 我 那WS 運 我們